主戰場其實還是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從目前俄軍的 調兵的速度跟他部署的企圖 大概就是勢在必得 就是這個阿富迪布卡 現在俄羅斯總參謀部 大概就是有決心一定要把他拿下來 那我們先不管說現在推進到哪邊 我們先想阿富迪布卡拿下來以後 對俄軍有什麼樣的幫助 阿富迪布卡拿下來 對俄軍有什麼樣的幫助 他最他真正阿富迪布卡拿下來 對俄軍不管是俄軍的士氣 還是對東部這四周 會有很大的明星士氣的鼓舞 所以是政治上面的 對其實軍事上可以解除 對頓巴斯的頓內刺客砲擊的可能性 頓內刺客的老百姓被砲擊了八年 八年耶 我們現在在看 我們現在在看以巴 我們覺得巴勒斯坦的人民很可憐啊 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同樣的就是在東部 這幾個州 就是我們以頓內刺客來說 頓內刺客在過往的八年就一直不斷的承受烏克蘭政府 自己的政府 因為那時候他們還沒獨立嘛 就承受自己的政府不斷的砲擊 砲擊了八年 那主要砲擊頓內刺客的點都是阿富迪布卡跟馬林卡 那你們拿掉阿富迪布卡對頓內刺客來說 頓內刺客其實是一個具備非常優越發展環境的地方 整個全歐洲最好的鋼 最好的鋼在頓內刺客走 因為它的鐵礦它的煤礦是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阿富迪布卡北面有一座焦化廠 在這邊 就現在北面戰線焦灼的地 雙方在爭奪這座焦化廠 因為煉鋼需要焦炭 那焦化廠就是把阿富迪布卡 就是頓內刺客產煤嘛 就把煤運到焦化廠 然後經過焦化以後它就可以變成煉鋼的原料 然後煉鋼在哪裡煉 在馬里烏波爾 所以這樣連得起來了吧 OK 它的煤跟鐵礦在這裡 所以俄羅斯如果攻下阿富迪布卡的話 就有機會就是完整恢復 頓內刺客的工業 對因為在整個前蘇聯時期 整個蘇聯裡面最好的鋼在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就別的不說 就是俄羅斯打這場戰爭 它光是拿回來這個煉鋼的 就是這個生產鏈 生產這個產業鏈就已經很不錯 然後焦化我們在焦化的過程裡會有很多副產品對不對 那這些副產品會被運到哪邊 哪邊 利息昌斯克 利息昌斯克是化工重鎮 當初蘇聯在規劃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規劃的非常的好 就光這一塊就可以支撐 蘇聯的國防工業所需要的大部分的品項 那造船在尼古拉耶夫 雖然現在還在俄羅斯 還在烏克蘭手上 那遼寧號 應該遼寧吧 遼寧號第一艘航母 它的建造港就是在尼古拉耶夫 所以這一整塊 我們就先不管說後面談判 俄羅斯會得到多少或失去多少 但是這一塊一沒有 烏克蘭就原本烏克蘭 原烏克蘭在2014年之前的烏克蘭 原烏克蘭最重要的工業生產基地 就是這塊 那這一塊就沒了 所以反過來講說 俄羅斯對於這一塊已經咬在 咬在嘴裡的肥肉是不可能放掉嗎 它不可能放掉 這邊不可能 第一個因為 阿富迪烏克蘭還會威脅到頓捏刺客 他必須要對頓捏刺客有交代 因為頓捏刺客現在是俄羅斯的 他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他要在阿布迪弗卡這邊 我們如果撇開軍事的意義不談 他壓垮阿布迪弗卡的烏軍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今年第一個核坦的契機出現 因為美國就坐不住了 我們可以等著看 就是萬一阿布迪弗卡掉了 一定 就我們現在已經聽到很多 很多那個 因為在政治上面應該會有很大的壓力 比如說像從今年以來 幾乎美國 然後援助烏克蘭的所有的努力 幾乎都失敗了 或是像是 阿特末就掉了 反攻失敗 再掉一個阿布迪弗卡 外加馬鈴卡 對就是全面的挫敗 阿布迪弗卡不會單獨掉 阿布迪弗卡掉馬鈴卡就掉 現在兩邊在比誰先掉 所以就等於說 原 就一仗推回2014年之前 那這個對烏克蘭內部政治 就是政治經營來說 這是一道心理防線 就我們通常會講戰場上面的防線 但是其實對像烏克蘭在基輔的政治經營 他們有一道心理防線 就這些損失我都可以承受 但是不能 就他還是有一個底線 所以最近烏克蘭內部開始有很多聲音 比如說 哲連斯基現在是 是他那個政黨的主席 但是他的前主席 也在某些外國勢力鼓勵之下 開始願意講真話 敢講真話 他出來講說 其實在明明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和談的機會 那是在哲連斯基跟英國的 那時候的首相強生 在這兩個人的努力之下 這個和談的機會被破壞掉 努力是要加雙贏好了 對 所以現在這是一道心理防線 這是為什麼普丁會決定 要在現在這個時間裡 拿下阿富蒂夫來 就是你最起碼你要把門敲開 會讓這個烏克蘭的政治經營 開始正式面對 我們已經打敗仗 因為這一定是兩方面 就是你光單獨依靠外力的壓迫 你要改變 就是你除非把烏克蘭整個砸碎 可是這樣子受害的還是烏克蘭人民 那最好就是在外力的壓迫底下 烏克蘭內部有一些人開始認真的反思 這從去年二月到現在 這整件這個荒謬的戰爭 是如何開始以及如何進行 最後應該要如何結束 老師再講一些這些戰術動作好了 在這一塊 然後烏克蘭 俄羅斯是在擴大 他的眾生的概念嗎 對這跟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張細圖 但是我們 我們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阿富蒂夫卡的太史圖 我們一直在節目上面說 阿富蒂夫卡的包圍 成敗的關鍵是在北面的這邊 所以其實俄羅斯的重兵是放在北面這邊擋住 從北面來烏克蘭的遠距 那如果擋住了以後接下來就是包圍圈的外線 然後再來是內線 那其實這一個禮拜最大的重點 因為你是擋住嘛 所以你往前推是不需要的 所以重兵在這邊就是一直給北面下來的 就北面下來的烏克蘭想要突破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把俄軍推回去 那這一面他已經跨過鐵路了 那跨過鐵路就代表一件事情 鐵路斷了 對北面指望不上了 那接下來就是外線 但是外線這邊大概還有10公里 因為我們看嘛 大概最寬的地方大概還有10公里左右 那俄羅斯在外線的部分就是 在等內線的推進 因為內線跟外線比較配合 對內線是從城市裡面切割進來的 那上個禮拜其實最大的 其實我們看了都 下巴都快掉下來